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斗败血症 很多名称 现在都给它同意感受农斗症 农斗症是病炎菌因素引起的全身性炎症性疾病 它是个大的概念 我们看到临床表现 只要农斗败血症 农细菌和农业也会进去你的体育环里面去 毒素也就会进去 也是细菌也到你的体育环中去 而且就是有严重的重症症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表现为投然的寒暂高热 所以这它最早期的症状 这个最早期的症状考过很多次了 它就农斗症 最常见的早期症状是什么 那么最早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寒暂高热 好 还有什么 头痛 恶心恶痛 面色参白 出冷汗 甚至淡漠 增密 心理症患 脉搏细数 负极困难 这些什么症状 这些中对羞克的表现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中对羞克的表现 这个就是他中对羞克的表现 那么病人可以有干脾肿的 当然了 这说起来干脾肿的 才是你常常并不常见 为什么 浓症一般要么好了 治个几天好了 要么死了 哪里来到这里长得干脾呢 不可能有干脾肿的重大 除了这个病人 农斗症是慢性的 来到一定时间可以死得有干脾肿的重大 但是不可能了 农斗症就是个急性疾病 在外科 要么就短短的十几个小时 拜拜了 感染中对羞克死掉了 要么就是什么 经过一到三四天之后 自己好了 所以很少有的干脾肿的 但是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这个临床表现中间有肝脾肿的 严重者可出现黄胆 当然你有肝固的症 当然有黄胆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实验试检查 大家注意了 实验试检查由于是浓头症 所以这个病人的血液中既有细菌又有毒素 那么我们抽血进细菌培养 可以有阳性结果 在什么时候抽血 这个考过很多次 在什么时候抽血 大家注意了 这我们八万家的性质概念 寒暂高热率是个抽血 那么阳性率是个高 那么原来经常考到 也经常考到 那么原来的老教材上面 你比如说六百和六百以前的教材 那么它是预计寒暂高热死 也就是说你每天到了下午三天中法热 那么在三天查一课的时候 我这时候抽血查 那么细菌的阳性率最高 那这是原来的观点 现在是正在花热高热死 这是不同的啊 所以大家注意了 做理念的争计的时候 也要给这个 原来也经常考这个东西 一定要给这个答案改出来 现在我们八百年都改了 开始是寒暂高热死死 不是预计发热死 预计发热死是原来的老的教材观点 所以大家做这个争计的时候 一定要给这个 他假设说 你比如说那些市面上的那些争计解析参考书 往往他很少修计 并且他错了 这个不知道自己错了 校材改了他不知道 还是他预计寒暂高热死 所以大家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改过来啊 好了 我们两个跟第二个 假如确定这个病人是浓斗败血症 那么大家必须知道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 为什么 不得好血液抗生寿吧 所以这个在临床上 对大家来说什么最最重要 考试器是那些重点 也是那些难点 对我们当医生最好是吗 因为这个败血症浓斗这些诊断 并不难 难的是的 你在学培养结果出来之前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人是得了什么病 什么细菌感染 这是最有用的啊 好了 我们在第一个 各种阴性菌感染 这在我们临床最常见的 就是大肠癌细菌感染 所谓大肠癌细菌律动感菌 就是同理甲的变性感菌 这三个感菌加上可力比感菌 这都是给了阴性菌感染 因为在临床最常见 所以他常常导致冷修科 那么他的毒素大家都知道 既然是跟他的阴性菌 那么他产生毒素肯定内毒素 内毒素大家注意了 你即使用抗菌药 那么只得吸菌有效 也就是用抗菌瘦 可以撒灭这些细菌 能不能撒灭这些内毒素 不能 因为毒素依然产生 那么你用抗生素是没效的 所以抗生素只能够撒灭这些细菌 是不能够撒灭内毒素的 所以你即使用抗生素再早期怎么样啊 他的症状也非常顽固 不容易好 所以他的浓痘症非常的严重 并且感染修科能修科发生的病很多 并且很容易死人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是谈着什么农斗症 就医生心理发寒 心肌痕死 不会是什么 嚇不过 经常就是什么死人的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那么这种典型的 跟隐形感染重症的 那么农斗症 会表现什么 3D现象 什么D D体温 D排气泡低血啊 大家想想 低体温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浓度这一般都什么寒暂高热吗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有些病人是寒暂高热高热 高热的头热哪一天 傅士跟你说 贺主任 你这个病人今天体温下来了 我说多少啊 306度 终于降下来了 啥到一个星期都没下来 我说完了完了 怎么样 只要大家注意啊 原来寒暂高热的 这种人头人体温哪一天 不用降是特烧一样 头人降到什么 比正常的还低 37度还低 我告诉你们 35度级 36度级 那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是什么 3D现象 那指名他的病如高荒 赶快跟他的儿子谈 怎么样 你的爸爸快死了 赶快准备后事 去买这四五一 送到SAO里去 最后人才两空 大家注意一定要有这个指导思想 那我看护士他不知道了 行用科员 你医生都不知道 这名的水平跟他差不多 那么很多人啊 医生出现纠纷就这样的 医疗纠纷就这样的 他在跟病人谈 不是这样谈 他跟他儿子谈的 你的爸爸这样 花烧一个星期 终于用这个什么头包来 昨天给你用 很有效 你看今天体温降下来了 是吧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没谈完 他那两个小时之后 这个人死了 感染修过死了 好了 病人家说 你早上两个人 提前过他 你都说好了好了好了 这么头的死了 他就不拿刀的杀了你 所以大家注意 总而言之 这种医疗纠纷就产生 大多数都是我们医生 心中没受 或者说话 说的不注意 或者是根本你就不知道 到哪个程度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给他的儿子 喊在谈词上 你的病爸爸病入高方 体温下来了 不是说下来了 而是3D现象 已经离死不远 也就是说 已经放到厕所里面去了 你的爸爸 离死不远吗 不知道厕所里面 所以一定要跟他谈 这是病危病重 而不是好了 所以这种3D现象 一定提醒我们 外科医生 一定要心中有数 好了 这个白细胞也是一样 原来的白细胞很高 哎 那白血病反应 什么白细胞五尺死 自己死 什么九十胖 哎呀 我的天哪 很高很高 最后怎么样啊 突然哪一天白细胞一复杂 正常呢 甚至低于正常 哎你跟他说白细胞下来了啊 怎么样 快死了 那不是下来了 好了 一般低血啊 大家都是引起注意 为什么呢 低血啊 把一个人感人修和 他都引起注意 最主要的这3D的时候 低体温 低白细胞 常常高反 所以大家什么 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因此特别的对我们 战斗在第一线的临床医生 那么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依然出现在前面的两个低 那么一定是病人的病情下重 而不是减轻 而不是好了 所以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病理遗嘱上 那当然要搞病危 搞病重 甚至跟医用科的说一下 我们这一个病人啊 已经病入高方了 快死了 到了最后 你跟病人谈清楚了 一般那时候 病人不会折皮的 为什么呢 你跟他谈的 一上班 结束这个病人 体温降低了 或者白细胞降低了 你跟他谈 这就是病入高方了 哎要搞到ICU里面去 你去远不远去 到ICU里面 一天一万多块钱 说不定最后抢劫一个星期 他发了十几万 最后人才两空 你愿意去 行 放到ICU去 不愿意去 就在我们普通病房 但是病人很重 那估计活不过来了 你跟他谈的很清楚 他不会照理扯皮的 我告诉你 我当了三四几年的医生 没有哪个人跟我扯皮 有没有什么医療纠纷 为什么 关键点就是心中有瘦 你不要跟他谈缓了 很多人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跟他谈缓 所以这个3D现象 在临床上 经常被外科医生误诊 尤其是前两个D 低体温 低脑腺肤 低血压一般都搞得清楚 好了 大家注意了 这就是我们说是 跟他一心感染的3D现象 反过来我问你 我让这个病人出现3D现象 是什么细菌感染 那么你就到这找跟他人一心 大肠爱心心 同志家他们就别一心感军 可乐不感军 是不是有机场考虑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跟他人阳性军 那么跟他人阳性军 上考的就是金谱军了 金谱军有个特性 他什么 转移性农主 为什么呢 今天在这个地方感染 新是个农主 明天到那个地方感染新是个农主 所以今天查房 在胸鼻这个地方感染一个农主 明天要到腿上有一个 后天要背着有一个 我告诉你 后面的一天有个 上午有个下午有个的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金谱军的特性 转移性农主 所以他那里跑这里跑 所以这个也经常考的啊 好 那么他就跟他的阳性球菌 除了他之外 还有长球菌 比较于葡萄菌菌很少考 好 我们再来看看艳阳菌 乌亚巴的叶眼菌 这里的亚巴叶眼菌 包括粒甘菌 艳阳葡萄菌 艳阳莲菌 这艳阳菌感染 艳阳菌感染 大家注意了 那么普通的细菌培养是阴性的 一定要进行艳阳培养 而我们假人开遗嘱的时候 就这个细菌培养 那么默认的 护士和实验室的 都是默认的是 有氧培养 就是培养这么大肠癌细菌 同体甘菌这么有氧培养 你要进行艳阳培养 必须要 那写清楚艳阳培养 并且 送的这个农业寺管 一定要用瓶塞塞好 一接触空气 氧气进去就完了 所以他一拿出来的 赶快放在那个寺管里面 用那个瓶塞 橡皮4号 立即送去 那么在艳阳培养器上面 精培养 所以这种 艳阳培养 很多医院很少做 只有这样 所以说这种艳阳菌感染很难得获得 这种细菌培养器的阳性的证据 好了大家注意了这种艳阳培养 常常和有氧的细菌 艳阳菌和有氧的细菌混合感染 并且三分之二的都是混合感染 为什么这样 其实有氧的细菌感染感染把这个氧气耗击 那么去形成艳阳发尽 那么艳阳的细菌再来 所以就是这样 那么假设有这种混合的感染 大家注意了 他永远形成农主 这是哪个特点 为什么形成农主啊 因为农主就有农业嘛 农业就有恶臭嘛 我们艳阳培养 我跟大家不是说了吗 它的典型特点就是恶臭 常常跟什么在一起啊 常常这个东西跟什么 跟大肠杆菌在一起是不是 大便里面既有 大肠杆菌有艳阳菌嘛 所以大肠杆菌的什么混别 粘稠但是没有错位 艳阳菌呢 农业有错位 所以混别中的错位 错位就是大肠杆菌来的 所以农业也是这样 所以农业中的恶臭 那么就是艳阳菌产生的 好了这是它的特点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真菌 真菌啊很少考 大家注意了这是真菌 有时候以真菌这个名称出现 有时候不 它是以白山连球菌 星星连球菌 毛眉菌 驱眉菌出现 你稍微不注意 不知道这是真菌 很多同学 语为中学的不好 不知道这是真菌 完了他就达不到题目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出个很简单题目 下面哪一种 属于特性感染 很明确的一个普通的概念嘛 特性感染我知道啊 真菌感染是特性感染 他不搞 不搞不出其他大象 没有这种什么真菌 他搞个什么 毛眉菌 毛眉菌感染 你看完了完了 我不知道毛眉菌 是什么细菌 那可能是一个非特性感染 错了 毛眉菌 就是真菌 真菌受于特性感染 毛眉菌当然受益了 所以像这种东西 大家容易出题目 好了 真菌一般都在条件感染的基础上 发生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 假如说 先有个细菌感染 大量的使用光谱抗争症之后 那么到造成真菌二重感染 这是宁床最多见的 所以它是一种条件性感染 好了 这种真菌可以进行血型抹杀 但是血液培养率很低 大家注意血液培养率很低 截至目前为止 真菌在宁床上很难培养 良心率很低 因为真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几十年的研究之后 都没有发现真菌培养的方法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满期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真医医学的一个老教授 我记得那是个新国 那世界上首先发现了真菌培养的方法 现在就是用那种方法 全世界都是这样用 但是那个培养率很低 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善 所以当时风动于四 因此你看看 那是个第二班皮肤科学 第一班皮肤科学 主编是谁 就是真菌培养的那个老教授 那是个搞到什么 非常有余 当然了 不过假如说 你想一想你没什么重大的发现 那个北一大上一一的 那些太牛太牛的那些大牛 他怎么会这些教材给你真一宣主编呢 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闹得很很很牛逼 很牛逼就是因为发现了真菌培养的方法 好了大家注意了 再回头过来看一看 总理来说 现在这种真菌培养的方法 阳性率还是很低 与新菌比较 好了他有一种 他也有一个特点 那么在感染的时候可以形成肉压种 所以在内障都可以形成肉压种 我也可以这样出题了 下面哪种 闭眼镜感染会导致肉压种 你打什么 打证据 坏死灶 下面哪一种 最有形成肉压种 你打什么 打什么 打烟氧菌 下面哪一种新菌感染 闭眼镜感染 新成3D种活症 你打给他的阴性菌 下面哪一种 闭眼镜感染 由于新形成转移性脑种 你打进步菌 所以这都是说常常考到的一些知识点 所以这常考的知识点 都给大家用黄原式的地方标记出来了 那么大家也要引起注意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4年这个诗题 这个诗题比较简单 他的浓动症早期临床表现是什么 寒常高热 最常出现的就是寒常高热了 是不是 答案为一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12年这个诗题 大家再看 全身感染症可导致低体温 低白细胞低血压 这致病因是什么 我们看看这就是3D 能够出现3D的 格纳人阴性肝菌 你就到这里面找吗 格纳人阴性肝菌 哪一个是 边性肝菌是不是 同地甲胎毛菌 边性肝菌 大肠癌细菌 可导致病肝菌 这四个这里面书上去记得的例子 当然答案为谁 好了 这就是跟大家说说的 这个正确答案的耐力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5年这个诗题 男性13岁 这个病人 学生辞速因寒暖高热 甚至不信 并且有逐步吃伤 逐步吃伤 这种皮肤感染 没什么说的 假日要的打致病菌 什么感染最多些 金普菌是不是 金普菌 所以说导致苦难 是金普菌导致的一个寒暖高热 甚至不信 这是什么 浓斗症 就是金普菌被 吃伤周部 金普菌感染之后 最后这个学生有没有好好的怎么样 好好的治疗 那么导致了他进一步加重 导致了浓斗症 所以他问你 导致本病菌可能避原体 是什么 你既然是金普菌 肯定是跟他阳性的糗菌 是不是 所以答案为谁 所以像这个题目出的很合 你就是看找出有没有正确答案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浓斗症的鉴别诊断 我们跟大家说过 这个浓斗症其实上就是给他的阳性菌和阴性菌引起的感染修克 所以跟感染修克很相像 我们在感染修克跟大家讲过 有什么 暖修克 有冷修克 冷修克是给他的阳性菌就是大肠癌细菌引起的感染修克 暖修克呢 是给他的阳性菌尤其是金普菌引起的什么修克 那么这里是格然是阴性浓斗症或是阳性菌浓斗症 格然阴性浓斗症 大肠癌细菌引起 格然阳性菌浓斗症呢 金普菌引起 这两个是不是很相像 所以希望大家啊 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对着这个修克 对这个浓斗症也有两个戒备表 那么大家把这个好好的看一看 不要搞混义了啊 考试之后经常用于分享 既有很多相同的也不同的 我们还是在这样啊 大家记住这个表格 这记住这个表格 格然阳性菌格然阴性浓斗症 那么我还是跟大家这样记 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格然阴性浓斗症 因为在临床最常见 大家见的最多 格然阴性浓斗症 刚才我说了 最常见的致病菌 就是四个大肠癌菌 同利甲大茅菌 绿冻感菌 绿冻感菌也就是 还有个克里布尔感菌 好了这些感菌 那么最常见的应该是什么 大肠癌细菌 产生的毒素 刚才说了 有一定是格然阴性菌 产生脂能产生内毒素 那么在血泡症的阳性率比较高 常常在哪些 肠道感染 胆道感染 大面积烧伤 也就是我们的腹腔脏器 这也表示这些 都是来严重 肠道的细菌 大肠癌菌感染 那么寒颤 高热 比较常见 你知道吗 大肠癌菌感染这个肯定寒颤高热 好了继续 我们再来看批诊 沾望 这些比较少见 好了 寒冷呢 格兰的阴性菌是 刚才我说了是冷修克 当然它会什么 脂肝缺冷 脂肝 好了格兰的阴性菌是冷修克 所以它的尿量 大家注意了 比较少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是少掉 感染修克 有格兰的阴性菌 大量的毒性很高的对毒素 抗生素又没办法给它干掉 所以这种病人 发生感染修克 冷修克 发生的很长 持续时间很长 很容易死掉 转异性脏肿 转异性脏肿 转异性脏肿是金布菌的特异性表现 那么这种格兰的阴性菌 没有转异性脏肿 比划星期间少见 这就算特点 好了这个特点 你看看 我假日记住这个格兰的阴性菌 代表 大肠的阴性菌 自己的国家的黑道出来 好了我们再来看格兰的阳性菌的脏肿症 那么它典性代表就是金布菌 金布菌就是格兰的阳性菌产生的是外多数 它不产生内多数 内多数是阴性菌产生的 那么学分阳阳性率高 高低 是跟尊君比较的 圆化病 你看看我们过程的结 雍结病 表皮的感染 这都属于格兰的阳性菌的感染 那么它的寒暂 刚刚跟我们格兰的阴性菌的脏肿症相反 比较少见 记忆留着 常常出现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批诊 展望 格兰的阴性菌是比较多 如果浓度症是比较少见 当然了它就比较多见 好了 杨性菌有引起的休克 是什么 是暖休克 并且它发生的 起病的时间比较晚 时间比较长 时间比较短 那么这种病人的少料 一万不明显 实际是冰冷 一万不明显 为什么它是暖休克 转型浓度是它的常见症状 并且是金布菌的特性症状 病化 心肌 炎比较多见 你看看是不是 你假如说像我这样 一个例子 想到的一个最常见的疾病 最常见的细菌 那么大家这次 永远把它自己都推倒出来 还有个真菌 真菌是你们书上没有的 书上没有的 但是记上考 那么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 所谓真菌真菌 那么就是真菌的浓度症 就是真菌感染 那么它不产生毒素 它的血培养养性率很低 刚才我说了 目前为止 这个真菌的培养力都很低 常常导致的是二重感染 先有某种感染 大量广谱使用抗生素之后 那么这种病人 导致真菌的二重感染 寒痰比较多些 常常是肌牛热或脂肪热 与什么东西相同啊 与跟它的阳性菌的浓度症很相像 好了 皮疹是少见的 那么有四水有淡漠 那么有少量 化身感染于休克的时间比较晚 并且时间比较长 转型弄的比较少 比如化心肌炎比较少的 这后部分 第二 最后一部分 有个格兰人阴性菌很相像 前部分格兰人阳性菌很相像 这就是真菌浓度症的特点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05年这个四地 格兰是阳性感菌半学症很少表现的 格兰是阳性感菌半学症也是进步均引起的 很少表现了是吧 很少表现了是吧 很少表现了 寒赞 寒赞 那么是他很少表现的 所以像这种题目啊 很难做的 很难也计 没办法 那么大家给了个表格的内容 这个表格内容是长高点 所以总得考 希望大家还是想办法计一计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浓度症的质量 浓度症的质量 大家想一想呢 就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长个农包 长个农种 你没有给它控制好 怎么样啊 它在产生了半学症 这叫浓度症 所以大家注意 你看看一个农包印起的 假如印才半学症 那么这个农包的处理 绝对原划症的处理 就是关键处理 所以你天天划症 40度41度 你给它农包今天切开一流 马上提问器下来了 你不用抗认症都下来了 所以它关键治疗是处理原划症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农腔什么 彻底引流 假如说我们是中央经脉导管感染的引起的 你比如说提问治疗 放置中央经脉导管感染引起的 那么把这个导管拔除掉 那么一般来说体温就下来了 好第二个就用抗生素了 抗菌药物 根据药命结果来进行用 在药命结果出来之前 那么经验性的治疗 第二个是支持治疗 因为这种农斗症常常都有高热 并且体温很高 40度41度 那么这四个要求 消耗很大 能量消耗很大 一定要进行支持治疗 再就是对症治疗 这就是农斗症的治疗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词题 以下关于全身性外科感染治疗的描述 正确的事 就是关于全身外科感染治疗的 就是农斗症的治疗哪一项是正确的 当然A 军心应用抗真菌药物 不是真菌感染 你抗真菌药物干什么呢 假如细菌感染 不是抗细菌药物就行了吗 所以A显然不正确 单比 等待培养结果再现用抗生素 那么你经验性治疗怎么办呢 假如各个都要等待培养结果出来 这个病人三天培养结果出来 那么三天之内就死掉了 那还等什么呢 所以全身外科感染 要早期应用抗生素 不是等待培养结果 那么先进行用药等培养结果出来了 再用药 当然C 尽早处理感染的原化罩 因为外科性感染 都是原化罩 经过血血管拨杀所持 所以它的原则就是尽早处理感染的原化罩 这也是它最关键性的资料 所以哪向答案正确 谁向正确 好答案第一 尽量先用窄谱抗生素 当你农业培养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和血培养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啊 尽量先用广埔抗生素 根据基线性应用药 所以不是先用窄谱抗生素 因此底下不正确 单一 首要的措施是加强抗生素的应用 我们刚才说了 外科感染啊 全身中毒感染 都是原发着感染剂血线不少人来 所以它最最首先说是应该处理原化罩 而不是用抗生素 长那个笼包 导致了败血痣 你把笼包一切开一流怎么样啊 这个病人就好了 感染就控制了 你假如给这个原化罩没有控制 笼包移在这儿怎么用抗生素 那么体温也降不下来 中毒症状也不能改善 所以它首要的治疗就是处理原化病障 而不是加强食用抗生素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所以这个证据答应该答C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诗题 男56岁 做臀部注射青霉瘦后 风肿剧痛半发热四天 这大家在早期经常抗感染的时候 就搜寻青霉瘦 但是青霉瘦有个害处 注射多了 屁股上面一个硬结 红肿剧痛感染了 是不是 所以青霉瘦在临床 用的越来越少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办法热四天 乘坐浓重切牌 但引流线通畅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有浓重 机械浓重切牌 但是引力不畅 切口小了 引力不畅 甘愿红霉瘦 就是青霉瘦甘愿红霉瘦 但是仍然化骚不退 近两天又寒暂 此时让人高热头痛 疼不剧痛 那么血压117是生字淡漠 一个感染的病人 并且是隆重切牌 这个感染的病人 放映了抗氏瘦 但没有效果 绳子都会改变了 那么有什么说的 马上应该考虑什么 全身中斗症状 叫做全身感染 叫做隆斗血症 外科医隆斗血症 是不是 好了这个病人面试300 呼气身快 呼气阴清晰 我以为你该是 网易心率比较快 做臀部切口肾液 那么血百细胞非常高 217是有脂肪 217是有脂肪 血吸筋培养阴性 大家注意 假如这个病人是浓斗血症 并不以血培养血症 各个都阳性 你不要看到这个血培养血症 阴性 来否认浓斗症的感染 浓斗症的诊断 所以这种病人还是要诊断 浓斗症 就是全身外科感染 所以正确答案为A 好了大家注意 能不能打肺部感染 这个病人圆滑冰灶是什么 臀部一个切口有生血 它的圆滑冰灶在这 那么并不是肺部感染 假如肺部感染 这种病人肯定有什么 肺部缩阴 这个病人没有胃问题 肺部缩阴所以不论 只能是肺部感染 好了军血症 这个病人血培养是阴性的 所以不能只能军血症 而军血症病人必须血培养是什么 阳性 代性减重的 一个浓斗症的病人 大家注意法日 症病人常常有大量三性 产物带体的堆积 而表现为代性减重头 而不是 代性三重头 而不是减重头 所以这个体显然不是 当然了 大家注意了 代性减重头病人 以为呼吸生快 没有 代性三重头才有 所以这个病人也不能打地 二重感染 二重感染 这个体干完全没有 这不回事吗 是不是二重感染 你看看提看 说了六行 没有一行讨论到二重感染的 是不是 什么叫二重感染 先用光波抗生素 再导致真菌感染 那么叫二重感染 这个二重感染是两码事 所以这个体正确答案答A 不答2比3比1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对肝患者 不为一采取这条措施 一个浓度的病人 哪个不能采取 哪个也补充血液量 因为浓度的血液病人 因为道子感染修割 所以这种病人要常规的补充血液量 以免他修割 第二个 纠正 算计平衡失调 当然这个病人高热的时候 那要常规的纠正 算计平衡失调 急诊且开排浓 一个臀部浓度的病人大两次一夜 你不控制这个圆化罩 那么浓度是难以控制的 所以这种病人要常常常规的做什么 隆重切排 建议通常引流 答案第一 联合应用抗色素 一个浓度的病人 那没有什么说的 肯定要联合使用广谱的抗色素 假如农业培养出来了 血培养的结果出来了 假如阳性 药米实验也做了 再给你要米实验结果 来显示抗色素 所以A比C 你都是浓度症的常规治疗方法 那么答案第一 应用小几量糖皮的结束 能不能用 不能 为什么 因为要小几量糖皮的一用 那么是感染可散 病情加重 所以这种病人眼睛是用糖皮的结束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案 1 那个不1才用 答1 好了这就18年考虑这种试题 这种试题一般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几量肥味 那么几量 你怎么办